说起来最能理解老子的还是一个英国人 上世纪一个世界级的大哲学家 他叫罗素 罗素是非常欣赏老子叫他生而不遥 闻而不适 战而不载 他这样才体会 说人呐 人类其实有两种冲动 一种是占有的冲动 一种是创造的冲动 占有的冲动是什么样呢 占有的冲动是排他的 不兼容的 独占的 你比如说经济生活 经济活动 这一个经济合同 和贾签的就不能和乙签 和乙签的就不能和饼签 他是拍他的 那么就像北京到上海的高铁 你和日本人签的就不能和德国人签 和德国人签的不能和法国人签 总之是拍他 战有的冲动 你比如选总统 贾选出来也就选不上 一选上丁就选不上 皇帝的位置只有一个 你赢了你当皇帝 你舒服了你就是贼 这种冲动不好 人类纷争 种种纷争 种种罪恶 都从此来 这另外一种冲动 叫做创造的程度 创造的程度什么特点呢 它是共享的 不排他的 大家都受益的 比如说艺术 哲学 科学 等等创造 创造出来了 一个音乐 比如作曲 一个非常好的曲子做出来 大家都来唱 唱的越多 这作曲叫越高兴 是吧 哲学你有一个成果 大家都认可 纷纷传送 这最后一家非常高兴 成就感非常大 这种创造的冲动多起来了 人类呢 经过更加繁荣 更加幸福 所以老子说 这个罗素讲了 他说人类应该多一些 创造的冲动 少一些占有的冲动 这就是老子讲了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咋而不在 生成而不占有 是吧 养育 但是并不依靠 引导而不足在